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你在2019年发布一款没有渐变色的机型 多多少少感觉是个异类 要知道 连三星都引语约约的开始了 后月白的渐变色奇幻之旅 而依然靠纯色对抗世界的 除了苹果 还有一个索尼 我认真的认为 索尼Xperia 1白色的后盖设计 是2019年最好看的后盖设计 Xperia 1的好看 依然是建立在索尼那种 日式极简设计基础之上的 当然我说的好看 不包括在后盖背面的左侧 NFC的提示图标 这个图标居然是在玻璃下面的 镀膜上面的 我当时寻思着 这贴纸撕不干净 我拿刀刮一刮好了 后盖从上到下 中轴对称的激光对焦和闪光灯 中轴对称的三镜头 中轴对称的Sony和Xperia的标识 其实单拎出来 每个元素设计好像都挺普通的 但是堆在一起的时候 配合洁白的面板 就呈现了很强的秩序感 侧面边框光滑金属 比磨砂金属要更容易握持 所有按键都集中在了右侧 我们第一杯酒不要喝 敬所有的左撇子用户 也正因为如此 左侧边框整洁的一批 底部安生器开工很精致 顶部一个SIM卡卡槽 支持热插吧重启 没错 是索尼正体 握持手感上 一要比10 Plus全面提升 提升178克的重量 其实只比10 Plus轻了两克 但是由于没有那种惊人的 宽窝头和窄下巴的设计 因此重心明显 又更回归掌心了 有一种太极洋路缠鸟不飞的绝技 重心在手掌中心 因此不会滑倒或者失去平衡 虽然说是一个6.5寸左右的屏幕 但是由于屏幕的比例是21比9 整体来说更窄 单手握持和操作都要更加方便了 拍照方面索尼依然没有进入顶级水准 虽然说这次诚意满满 给出了广角 超广角和人像三枚镜头 动态范围的表现 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不对比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 哇 这才是索尼 但是对比之下 你会觉得 这才是索尼 总的来说 画质放到2019年 没有过多的惊喜 也没有过多的失望 就是索尼手机 在整体排名中的一贯区间 有的同学要问了 为什么索尼能够制造出 全世界最好的相机 但是自己的手机拍照水平 总是达不到大家的期待呢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索尼高管表示 主要是因为索尼的相机部门 不想和手机部门 分享相应的技术 因为相机部门认为 不应该让手机 和价值3000英镑的相机 拥有一样的拍照体验 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我第一想法是 这太索尼了 拍照玩法上 这次加入了电影大师模式 我玩了一阵子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可以以21比9的宽化幅 来拍摄视频 不过玩这个的时候 你需要一些专业知识 比如说你知道什么是曝光 什么是快门等等等等 放在大师手里 可能真的能拍出大片 放在你手里的话 别问索尼能为你做些什么 问一问你 能为索尼做些什么 硬件 骁龙855处理器 6GB内存 所有游戏都能够顺利拿下 其中像王者荣耀这种游戏 突破了天美 对于平衡性的限制 在别人发现你之前 你就已经在屏幕边缘亏区战机了 你说这个时候 你如果碰到一个 iPhone7或者iPhone8 或者iPhone8 Plus的用户跟你对打 你都打不赢他的话 你都对不起发明21比9比利这个老哥 续航方面 3300毫安时电池 在大部分同学使用的标准分辨率 注意不是4K分辨率下 一个小时720P视频 消耗电量14% 一小时王者荣耀 消耗电量18% 一小时和平精英 消耗电量18% 至于手机操作系统 非常非常非常原生 安卓原生的一个操作系统 没有很多的附加功能 有一个游戏助手 适合玩游戏 但除此之外 非常非常非常的原生 最后部分我们来说说 这个21比9 其实这款手机核心的卖点 就是这个21比9 一切都是以21比9展开的 首先我们说说 大家比较关注的操作 屏幕变长了 那么在16比9时代 拇指能够轻松构到的 屏幕的按钮 在21比9下 可能人类拇指计划之前 你是没有希望了 索尼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单手模式 将屏幕比例变小 另一个是侧感操作 从边框侧边 呼出一个空中心 上边是常用的应用 中间是常用的开关 下边是常用的 常用的其他 同时这个侧边框按钮 可以设置手势 比如说上滑返回 下滑桌面 比如说上滑一个应用 下滑多窗口模式 安卓几乎所有系统层级的 点按和滑动 都可以在边框上实现 这个体验还是挺贴心的 有些同学看到这个屏幕 可能会问 为什么会有21比9呢 因为这是根据 不知道哪个科学家 他的研究 当人眼正视前方的时候 完全不转动眼球 那么人眼双眼所看到的一个区域 它的比例 其实就是21比9 其实介绍 这个21比9 也是电影院 为了对抗电视 而做的差异化打法 因为你在家里看的都是 4比3的 或者说16比9的 那么如果你想看更宽的荧幕 就只能掏钱 来电影院买票 但是万万没想到 索尼这个浓眉带的家伙 直接把电影标准 带到了移动设备中 用Xperia 1 看21比9的电影 真的 就像好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好像你握着电影屏幕一样 虽然说没有完全达到那种 无边框的21比9 但两侧的宽度 恰好给杜比全景时候的双声器 和稳定的握持提供了基础 这个比例 是利用空间最充分的 电影观看手机 我认为目前没有之一 至于竖直看屏幕的时候 分屏模式 也因为21比9 变得更加实用了 用户可以一边看视频 一边看直播 一边看刷微博 对吧 一边和女朋友视频聊天 少年 21比9 就是用来解救你人生的 这块21比9的4K分辨率 OLED屏幕显示素质如何呢 经过对比 这是一块素质极高 在显示素质上 完全能够达到 苹果三星顶级水准的一块屏幕 可视角度和广色域的色彩表现 完全一流的水准 至于4K这个部分 我认为悬头可能更大一些 因为手机屏幕上 大多数同学很难查接出4K的细腻程度 从我肉眼来看 和1080P的差别其实不是很大 而且考虑到4K偏远本身也是比较难获得的 那么索尼这块屏幕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 其实索尼这块屏幕在显示的过程中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4K大师模式 另一种是标准模式 也就是X1 for Mobile这种技术视频增强技术 其中4K大师模式主要是用来看HDR 这种高动弹范围视频的 用索尼自己的话说 就是忠实还原电影创作者的本意 导演说这个环节演员的口红色号 比如说是0003 对吧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号 那你不能显示数004 这就是HDR和BT2020色域 它的一个显示的威力 不过这个4K大师模式 目前第三方应用 我看到只支持Netflix 只支持Netflix 国内的三大视频平台 腾讯爱奇艺优酷都不支持 哪怕是腾讯视频 已经有批量的HDR10的片源 依然没有适配 而我自己下载的HDR片源 似乎也没有在索尼手机上识别出来 所以说可能对于片源的要求相当严格 相比之下 在标准模式的这个X1 for Mobile 我觉得就更适合国内用户的使用场景了 这是以至于索尼电视的一种技术 可以通过芯片算法 为播放的视频提升画质 在索尼电视上 这个技术可以把720P视频优化到4K 这个不是吹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索尼电视柜台看一看 真的很强 而对于手机 目前可以这个X1 for Mobile 可以实践的就是将普通的非HDR的视频 比如说SDR的视频 优化成接近于HDR的这种高动态范围的显示效果 我觉得这个功能对于国内的用户 可能要比4K大视模式要更使用 或者使用的多的多的多 因为这个技术既可以用于你自己下载的视频 也可以用于国内主流的视频网站 也就是说4K模式很棒 但是你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去适配去配合 而标准模式的X1芯片技术很省心 适合提升普通用户的日常观感体验 总结一下 我认为Xperia One是一款特点很鲜明的手机旗舰 有一点像华为P30 Pro的冰鱼火两极 华为是拍照顶尖但是屏幕普通 而索尼是屏幕顶尖但是拍照中庸 其实这个应该是厂商在产品设计时候所施展的平衡的艺术 本身没有对和错 只有是否适合你 是否入手Xperia One 我的建议是 问问自己对外观设计和手感到底有多追求 问问自己对电影这第七种艺术到底有多喜欢 答案应该就在你的心中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到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大家可以关注腾讯数码 以及稿集的公众微信账号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